2021年马上就过去了,你的赚钱小目标达成了吗? 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聊,说非常想赚钱,尝试做了几个项目,但都失败了。 而且只想着赚快钱,整个人很浮躁,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赚钱那些事。 灵魂拷问,决定一个人能赚到多少钱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可以把你的回答打到公平上。 好了,下面我来抛砖引玉。 首先,认知。 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是出来。 所以当我们找不到出路,不知道该做什么时,第一步就是开阔眼界。 如果我们每天都待在一个小圈子里,看到张三是卖水果,李四是开饭店, 那么我们能想到的点子无非就是开一家超市或者一家奶茶店等等。 并不是说做实体店不好,只是并不适合初次创业的普通人。 除了资金的投入,还依赖于以往的运营经验,而且即使成功,天花板也很低。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更高级的圈子,认识了很多高手,发现了很多新奇的赚钱门道,那么我们的视野瞬间开阔了,选择的空间更大。 但上山顶,见到的也是山顶上的人。 所以赚钱的第一件事就是拓宽认知。 你永远都无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 2.能力 当你知道了做哪些事情能够赚钱,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如何把这件事做成? 需要的能力有三个。 1.选择的能力 张三通过直播带货月赚十万 李四通过先生课程赚了三百万 张五通过社交电商赚了一千万 当你看到这些文章心潮澎湃,想一头冲进去时 停,先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哪一项更适合你? 在商业世界中一定是选择大于努力 如何在众多选择中选出最适合自己的赛道? 这是至关重要的能力 2.项目拆解的能力 这些项目别人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具备哪些优势? 如果我们工身入局,需要哪些资源? 比如直播带货,我们将它拆解 需要会短视频的拍摄剪辑,内容创作能力,直播运营能力和供应链资源等等 分析完项目,再来分析我们自己 大多数人都会高估自己 而我们需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 我们现有的资源和优势是什么? 和这个项目的匹配度有多少? 差距有多大?需要学习提升哪些方面?等等 当我们按照以上筛选出了一个合适的项目 就需要第三个能力,执行力 很多人听说吴霍云电商很赚钱 上架了几个品,几天不出单就放弃了 又听说做短视频是封口,然后去学剪辑 发了几个视频后发现阅读量不高又放弃了 俗话说的好,成功的路上并不用解 因为坚持是最难的 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 但大多数人都撑不到后天早上 那么你能坚持吗? 最后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 只想赚快钱,静不下来心学习成长怎么办? 赚钱是一个结果,是由我们之前的认知 选择和行为决定的结果 记住下面这句话 人若无名,专心练剑 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拓宽自己的认知,提升自己的能力 不断学习精进 那么赚钱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 好啦,有收获记得点赞 不要走开,下面有彩蛋 由长乐财富通APP冠名的西瓜视频生财季第二季活动开始了 参与投稿就有机会获得千元奖金 讲述我们360行的功夫故事 我是林修,也请你为我的视频点赞 谢谢支持